关午过后各地高温上看36度15日前南部整天不定时降雨 过完关午节中央气象鼠指出 未来一周受西南风影响 南部整天不定时降雨 11日至14日南部及各山区午后有局部大雨 之后水气渐渐太平洋高压增强 各地高温30到34度上看36度 16与17日降雨时间缩短 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震雨 其他地区为多云倒晴 中国籍男子驾船闯淡水河遭待专家说 孔城心形太轻扰 一名中国籍男子遗应在通信软体发表言论问题 9日上午驾船直冲淡水河 海巡署10日表示 此船名为红金 驾驶为年约60岁中国籍软性男子 阮男从200多公里外福建某渔港架动力小船出发 直冲淡水海域 雷达9日上午9时许在淡水外海流里发现锁定 此船舶进入淡水河后 于淡水渡船码头与交通船发生擦撞 并向赶底的海巡人员表示要投诚 目前全案由海巡署及司法机关侦办中 学者分析 虽无法证明是否由中国政府主导 但共军可借此事件间接研判台湾的防务漏洞 政府需谨慎应对是否有新形态侵扰 中国巴基斯坦称联大2758号不容挑战外交部 耻荒唐说 决议未提台湾 中国与巴基斯坦9日发布联合声明 称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不容质疑和挑战 外交部10日指出 第2758号决议指处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之自未提台湾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巴基斯坦媚于现实 刻意错误矮化中华民国主权地位 表达谴责与抗议 香港星岛日报刊文分析 美方认为决议只解决联合国代表权问题 中方则认为决议中的中国已包含台湾在内 这次中国与他国发表联合声明时 首度强调联大2758号决议 也是中美就权势决议在燃攻防战 全球青鸟第二战巴黎接力塞纳和尚力挺台湾民主 继4日纽约时报广场全球青鸟活动后 9日巴黎近百人接棒为青鸟串联第二战 巴黎青鸟活动在塞纳河游船上进行 从法国大革命的起源第八市地广场河畔出发 行经罗浮宫与巴黎圣母院等重要历史地标 参与者告诉中央社除向世界与国内传达力挺民主自由的讯息外 也提前迎接国家队选手参加巴黎奥运 基隆朝进公园路口摊坊提前抢通预计年底前完成边坡附件 基隆市朝进公园平浪桥路口处台二线庞山壁三日下午崩塌 导致交通中断 今年日抢休十日下午两时通车 公路局表示 通车初期会在平浪桥头派遣人员全天后监看 预计年底前完成边坡附件 之后会延绎以自动化监测系统掌握边坡状态 庄春人中药厂设置为药流向五线市一周内回收下架 位于台南的庄春人生物科技制药有限公司 在非核准生产区域制造中药产品 且药品中含不明粉末 涉嫌制造胃药 卫生福利部八日公告回收下架12批次产品 请民众注意 卫福部中医药40日表示 共12品项各约7到200多瓶布等 流向高雄与基隆等南北五线市 本周内会完成回收下架工作 民众手边若有 别再吃 快退货 欧洲议会选举五大重点极右势力 身于马克洪阵营惨败 欧洲议会议员改选自6日起荷兰率先投票 到9日深夜意大利投票结束 完成欧盟27国五年一度与涵盖3亿7300万选民的选举 目前计票结果显示 尽管中间派人可在欧洲议会720席里 保有400多席过半 但右翼势力大有斩获 极右政党在法国与意大利得票高居第一 在德国也冲上第二 欧盟各地的绿党受挫尤其严重 法国总统马克洪堪称最大输家 他领导的自由派政党大败 以致他选及宣布解散国会与提前改选 金融时报说 欧洲企业积极与中国脱钩阵加速寻找替代方案 欧洲企业采购主管向英国金融时报指出 在欧盟准备加强审查中国商品的情况下 欧洲买家们正寻求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与美企在政策限制下积极寻找新供应商不同的是 欧企专注于减少特定领域对中国商品的过度依赖 在美国带头与中国脱钩下 减少对中依赖已成为目前欧企的大趋势 超级电脑是什么 爱运算为何不靠它不行 台湾布局一次看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与超伟董事长 暨总裁苏兹锋等科技业巨头来台湾参加台北国际电脑展 炒任人工智慧 爱话题 AI要落地应用必须仰赖超级电脑的庞大算力与速度 连黄仁勋都建议台湾投资建制的超级电脑 究竟有多超级与可带来哪些贡献与台湾最新布局为何 三大关键解析一次看 NBA总冠军赛塞尔蒂克二连胜 台湾时间12日台湾时间13日起 前往达拉斯独行侠主场连打两站 开箱老照片 97岁黄海代为今婚夫妇献议祝福 皇家布袋戏一脉相传 从黄马传至黄海代 皇家四代布袋戏传奇 可说是一部台湾布袋戏史 黄海代1901年生于云林西罗 14岁随父亲的景春园布袋戏班学艺 18岁初诗行变全台演出 25岁创立五周园 扬明五周之役 被尊称通天教主与布袋戏黄博士 1997年民国86年6月11日说 97岁的台湾布袋戏国宝黄海代 在全国文艺纪虎西月度系列活动中 演出双曲缘戏马 为今婚夫妇献上祝福 我得满堂彩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